全球的能源危機跟中國的限電 使得外界更加關心 北京中南海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跟軍事的壓力 但是相對上 美國的軍艦跟英國的軍艦 最近成天在台海南海打卡 那這裡頭宛如當年的八國聯軍 這個大家值得觀察是英國 英國的軍艦好像我的印象裡 從來不曾經過台灣海峽過 這應該是史上的第一回 英國為什麼會做這麼樣的突破 那當然不是因為台灣海峽好玩 風景漂亮 當然不是真的來打卡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戰略意涵 自從英國脫離了歐盟之後 英國一直在找一件事情 它要找一條新的深路 新的可以走的路 那其實整個印太戰略的成型之後 南海經過台海往東海 這條路是不能斷的 可是有誰要斷 中國要斷 中國認為南海我家的 南海那幾段線都是我家的 台灣海峽我的內海 所以不准走 你要走走太平洋 走外海走第一島鏈以外 那可是這些 這個大不列頂的聯盟 這所謂的五眼聯盟 它怎麼會放過這件事呢 這一直是我的生命線 大家不要忘了 英國是海權國家 英國它之所以能夠成為 世界上的強權 是海權立國 它不是陸上的強權 而且印度澳洲 以前都它殖民地 都是它的 都是它的這一群 所以說包含了澳洲 紐西蘭一路到整個 它五個大不列頂的聯盟朋友 都是講英文的這一系列的 他們都視為自己人 所以說他不能把他放給中國 那中國就很生氣 你之前 在之前包含了鄧小平 包含了這個胡錦濤 他們走的是懷柔政策 這個有海大家度 有錢大家賺 反正中國是一個懷柔 我是一個非常仁愛的一個大國 所以當時 這些大不列頂兄弟都被他騙了 都認為說 中國是一個非常懷柔的 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海綿 大家有錢大家賺 可是發現不是這樣 中國賺了錢之後 他開始做了一件事 拼命發展他的海軍 他的海軍的艦艇 近年來已經超過美國的數量 他的總數量超過美國 那當然核動力潛艦 跟核動力的這個航母 還差得遠 可是呢 沒有人敢忽視他 最主要是他從外交上 從國防上 從他整體的野心上 沒有人敢忽視 所以已經不是一個國家 可以跟他單槍匹馬的去打 除了美國之外 那所以很多人說 那美國跟中國會不會打起來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不會 不會 不是美國不敢打 是中國還沒有到達那個實力 中國要到達挑戰美國的實力 至少十年以上 而且這十年是 美國永遠原地踏步 不往前進 然後中國突飛猛進 十年會追上 可是美國會原地踏步嗎 美國不會做這種蠢事的 那當然 英國也很緊張 所謂的八國年金 以前八國年金 對我們中國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痛 可是今天是誰 是你挑起的 你把本來在你旁邊 你最好的兄弟國 叫做中華民國 叫台灣 你把我給推走了 你把我越推越遠 雖然你推不動 人家說我們是一艘 不成的航空母艦 有人說我們是一個 不成的神盾艦 你有這麼好的一個 八抵在旁邊 你不好照顧他 你欺負他 你羞辱他 你斷絕他的外交之路 你讓他在國際空間 沒有路可以走 我覺得 親兄弟要明算帳 你把我當成 你不要說把我當成 自己的孩子 你把我當敵人在修理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們要跟美國 英國站在一起 不是站在一起 是他們自然靠攏 因為我們的地理位置 我們在台灣海峽 最關鍵的位置 這些國家自然靠攏 那我再講一下 為什麼整個澳大利亞 澳洲 他無意不予 只要是美軍 發展的任何的活動 從來沒有澳洲缺席過 任何的大戰 從二次大戰以後 到目前來講 澳洲無意不予 也就是澳洲很清楚 他雖然在南太平洋 跟印度洋交界之處 可是他所在的位置 叫關鍵位置 他掌握的是 印度洋進入太平洋 而台灣呢 剛好是南海進入東海 這都是關鍵位置 所以澳洲都看出來 它的重要性 我們看不出來 我們當然也看出來 可是這段時間 我就要講 中國的戰術有沒有改變 有在改變 中國人家講說 中國不會跟美國打仗 但是我從來不放棄 說中國會打我們 中國從來不可能 放棄武力犯台 所以他一直在發展 他的這個權力的 這個武力犯台 渡海的一個特點 他發明了一個 他就是建造了一個 075號的兩棲登陸艦 很大耶 非常大耶 但是他能載多少人 他也只能載1500個人 可是中國要渡海打台灣 大家知道多少人嗎 要我們國軍戰力的5到10倍 最少估計100萬 那我們的國防戰力 如果提升 他要200萬人 才可以渡海 把你台灣拿下來 200萬人 一艘075的氧氣登陸艦 1500 他能多少艘 把台灣全部布滿了 也載不過來 所以他很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他這次 在他們的演訓裡面 做了一個 我個人看來 是非常有點的秀 他就把他的客輪 他的客輪 載客的輪 什麼渤海珍珠號 這些什麼棒槌鳥號 這些就是 他就是專門來載游客的 上面有賭場 有電影院 有餐廳 有shopping mall 他把它改成 載阿兵哥的 載軍人渡海作戰的 這個船隻 這個船隻有多大 他這個船非常大 1.5萬噸 如果說載游客的話 可以載3500到4000人 那這種船隻 要多少人才可以渡海 15到20艘 那大家想過 哇那好可怕 他們大陸有這麼多的 這個渡輪 全部改成 我們軍用方 這個這個狀態的話 不就全部到台灣來了嗎 那要我們個港口要開放啊 大家真的認為 所有中華民國國軍的港口 就是開大門走大陸 歡迎你解放軍 踢正步進來嗎 不可能 他的船是進不來的 而且一艘船上 如果載三五千人 那是多好攻擊的目標 相當的可怕 所以我這就覺得 大家這段時間 第一件事情 堅持國防 我們要持續建設 不要原地踏步 而且堅持台灣海峽重要性 好我們稍後回來 會不會安裝 感谢观看